禁戒说者 仲散 佛光山2023传授五届菩萨戒会 由佛光山住持心宝和尚 佛光山法宝堂执事会应和尚 以及佛光山退居和尚 心培和尚担任诸法和尚 在开堂和尚会招法师的引领下 现场一千一百多位戒子们 齐聚佛光山进行五届菩萨戒 正受仪式 其中还有戒子特地从美国回来 欢喜受戒 我当初来学过是因为我妈妈 我妈妈往生了 然后她就说她要来万寿园 她是唯一她要去的地方 我以前没有学过 我是这五年来才学到这里 特别是跟这么多朋友 接受这个感受 法师们的熏陶 让我真的觉得很亲近 菩萨戒我觉得是我们当活教徒 应该讲这一生最重要的工作 其实八年前退休就有想说要来参加 当然过去两三年的时间都是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 所以也不容易 紧接着一行人前往宗祖殿里祖 看看许久未见的师父幸运大师 许多戒子也因为太想念师父而落泪 现场气愤庄严 佛光山常务副助持 会传法师 亲自到场与戒子们接心 除了勉励戒子之外 也希望戒子今后要常常回来看看佛光山 回来看看师父上人 大师是菩萨 你们也是菩萨 既然都是菩萨 我们已经不分彼此一 就好像师父讲过的 我们要共同来照亮这个世界 希望我们各位父法幸运 有空就常常回来 不论是团体或是个人 这个地方都灵开 这次回来呢 满满的都是感动 经过了几年的学习呢 我发现我受菩萨界 不是因为在保障自己了 是希望自己也生生试试 可以做个菩萨 到了街会尾声 佛光山住持 心宝和尚也颁发证书给戒子 希望戒子们多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让生命更加圆满 人间卫视 王上义高雄采访报导